選戰幾乎最後倒數兩個多月 藍綠都積極敗票 今天國民黨總統參選 馬英九前進中臺灣 搶供青年跟勞工選票 在成立中區勞工後援會時 還強調 國民黨相當重視勞工的權益 一定努力拚經濟 不拚口水 參加勞工後援會成立 馬英九穿過支持者進場 來發送平安符 進去跟勞工支持者互動 馬英九一上臺 逐項說明像是勞保年金 育嬰津貼 以及勞工權益基金等勞工政策 要支持者和民進黨的執政時期比一比 我們增加了33.7萬的工作機會 失業人口增加6.5萬 但是民進黨呢 他就業只增加11.4萬 我們是33.7萬 我們是他的三倍 安批對手只會拼口水 馬英九還好幾次來到台下 和支持者互動 就需要勞工朋友注意政績 希望為自己的選情再加分 而來到逢獎大學參加校慶 馬英九一進到校園 受到青年朋友夾到歡迎 馬英九台上和青年朋友互動 提到有大學生擔心找不到工作 選擇延避 馬英九要大學生安啦 在場周圍最擔心的就是怕畢業之後 立刻就失業 因此呢很喜歡延避對不對啊 不少人是這樣想的 我們希望把這個觀念改過來 因此我們要推動一個協助青年就業接軌方案 強調就業或是在學 政府處處為大學生設想 全力搶攻青年朋友的支持 儘管有媒體民調雙英差距越來越近 馬英九只能以實際的行動 衝票全力以赴 就有林建森 彭煥群 台中報導